男人正在泡澡 突然腿上的皮肤鼓出大包 紧接着燃烧了起来 男人以为水太烫 还伸手去挠 结果整个身子都燃烧起来 他痛苦地一头扎进水中 等其他人纹身赶来 男人早已烧死在水池里 这诡异的情况警察管不了 于是叫来了驱魔师阿辉 阿辉仔细看看了周围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这时跟来的小弟又出了状况 小弟拼命掏嘴巴 阿辉转头一看 看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 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阿辉赶紧冲过去 一把将他的胳膊拔了出来 让大家把他推进了汗针房 但小弟的力气变得非常大 阿辉健壮往里面扔了两只母鸡 看起来效果不大 随即掏出一捆鞭炮 点燃后又扔了进去 一阵霹雳啪啦过后 恶鬼终于被逼了出来 其他人健壮连忙躲进汗针房 烧死的男人和刚才中招的小弟 都是眼前的恶鬼所为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想找一个有真本事的驱魔师 阿辉很符合他的要求 恶鬼告诉阿辉 他全家被一个黑警所杀 让阿辉帮他报仇 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阿辉 对于这种杀人的恶鬼 阿辉一点也不想帮忙 但这会阴魂不散地跟着他 甚至在他开车的时候把车弄翻 还让他女儿的魂魄附身到阿辉好友的身上 如果阿辉不帮忙好友就得死 阿辉无奈之下找到恶鬼口中的黑警 但几十年过去 对方已经成了个瘫痪在床的老头 阿辉实在无法对这样的人下手 恶鬼却绝不肯罢休 男人骑车经过一个隧道 突然他一个急转弯停下 从地下钻出个猙獰的恶鬼 阿辉丝毫不拒 受他照顾过的鬼魂全都赶来帮忙 鬼魂一个个朝恶鬼出去 但完全不是恶鬼的对手 完美给对方塞了个牙缝 其他鬼被吓得四散而逃 恶鬼再次威胁他 三天之后如果黑警不死 死的就是阿辉和他的朋友 无奈之下阿辉用了通灵术 看到了当年的一些场景 恶鬼一家似乎被锁在房间 大伙逐渐将他们吞噬 记者小美也帮忙查到一些线索 当年的报纸上写着 恶鬼是抱着女儿被浓烟熏死的 而他的妻子则是被火烧死 妻子死后灵魂应该入了幽民界 而恶鬼则带着女儿留在了人间 阿辉觉得或许找到恶鬼的妻子 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恶鬼就不会那么执着要杀黑警了 但没等阿辉行动 恶鬼又闹出了幺蛾子 他搭起一条人间通往幽民界的路 引诱无辜路人进入 阿辉只能先去会一会对方 恶鬼揍了阿辉一顿又跑了 阿辉怕他再去伤害无辜的人 想要尽快找到恶鬼的妻子 他把塑料袋套在自己头上 让小美帮忙看着时间 他要把自己憋入假死状态 这样灵魂就能进入幽民界 但幽民界的鬼可不讲道理 突然他听到一声呼唤 情不自禁地跟着声音走了过去 竟然看到了早已去世的母亲 男人用塑料袋套住自己的头 靠憋气把自己憋到假死状态 灵魂可以借此来到鬼界 在鬼界他看到了去世多年的母亲 母亲一直笑着说好想他 但阿辉却说 你根本就不是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都没笑过 这下鬼魂也不装了 真名的话为原形 阿辉健壮赶紧带着恶鬼妻子跑了 他找到恶鬼 揭穿了恶鬼一直不愿面对的真相 其实恶鬼生前是个毒贩 他上供的黑警不断加高保护费 他都憋屈地认了 但黑警非要出言侮辱他 男人受不了这个气 找了一帮小弟去杀黑警 哪知黑警命大逃过一劫 转头就到男人家里复仇 男人跟黑警扭打的过程中 不小心将火炉撞到妻子身上 妻子瞬间被火焰吞没 男人见状赶紧去救妻子 黑警确实是个狠毒之人 趁机把铁门锁死 导致男人一家全都死在了大火中 阿辉把恶鬼妻子带了过来 一家三口亲密相拥 阿辉趁机劝他 虽然黑警确实不是好东西 但如果不是你先要杀他 他也不会到你家里复仇 也就不会有之后的事 而是你生前是个贩毒的 你该不会指望能安享晚年吧 但恶鬼却始终不甘心 妻子也一直劝他 哪怕是为女儿积德 也不能再造杀念了 恶鬼还是非要杀了黑警部 没想到妻子一下扑了上去 将恶鬼给吃了 阿辉似乎早就料到了 母女俩手牵着手走向远方 阿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